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神复兴的火焰与浪潮 已经临到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迎头赶上 叫神祷告的祭坛 永远是熊熊的烈火 Hallelujah Amen 请低火焰尖燃烧 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 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 一起埋向合一的宣教 在逐渐同行的祷告 让我们终于施加的护照 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 在我一面燃烧 复兴的火焰 复兴的火焰尖燃烧 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 在我心中灭烧 在我心中灭烧 复兴的火焰尖燃烧 复兴的火焰尖燃烧 火焰尖燃烧 复兴的火焰尖燃烧 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 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 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 一起埋向合一的宣教 在复兴的火焰尖燃烧 让我们终于施加的护照 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 在我一面燃烧 复兴的火 复兴的火 在我心中灭烧 在我心中灭烧 复兴的火 在我心中灭烧 复兴的火 在我心中灭烧 复兴的火 不幸的我 生命的我 在我心中点燃 不幸的我 生命的我 把我烧在主祭堂 父亲的火焰 姐妹来 不幸你 我眼睁开手 让我们 响起 圣地的号角 传扬耶稣基督的枕道 一起埋向 合一的宣教 在主线 同行的牢靠 让我们 忠于施加的呼召 以赞美 在宝座前围绕 让不幸的我 在我里面燃烧 不幸的我 不幸的我 生命的我 在我心中点燃 不幸的我 生命的我 把我 烧在主祭堂 把我 烧在主祭堂 不幸的我 生命的我 把我 烧在主祭堂 弟兄姐妹 让我们 同城开口来 让我说 主啊 我愿意烧在祢的祭堂上 叫祢祭堂的火 永不熄灭 哈雷尼亚 祝我们赞美 赞美祢 祝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 陷在祢的面前 陷在祢的面前 祝我们祝告一向我们的线上 祝我们祝你的地坛 永不熄灭 祝我们把自己当作告语 把自己当作自由 就烧在祢的面前 祝我们求祢赐下祢悦心的火 祝我们求祢赐下祢那生命的火 祝我们求祢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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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把我烧在祖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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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正说 这是我们众人的祷告 主啊 把我烧在祢的祭坛上 主啊 求祢降下天火来烧进我们 主啊 叫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祢来献身 主啊 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为祢贡献我们所有 我们本事出于祢 主我们本事出于祢 主我们本事出于祢 祢怜悯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弟兄姐妹欢迎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电视机的前面 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祷告会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在现代的社会 在现代的生活当中 有一个我们虽然看不见 却没有办法失去的一个小小的东西 点 如果在今天你的生活里面突然失去的电力 很可能包括你现在在电视机前面 你也没有办法熟看到我们现在的节目 虽然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不到电的存在 但它却是如此真实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许多现代人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支智慧型的手机 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 怎么可能在你的手机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即时新闻 你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天气预报 你可以观赏现在电视上播放的节目 你可以收你的Email 你可以做几乎大部分你想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没有电 如果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它失去了电力 虽然这个手机是如此功能强大 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的功能 我们的祷告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其实就仿佛那属灵的电力一般 在立位记六章九节上面 经文上提到说 烦记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假设我们有一样电器用品 你把它插到插头上面 发现那个插头是没有电的 很可能你会期待有一些事情发生 但因为缺少了这个电力 所以你会看不到任何的功能 你会没有办法 这个电器它没有办法发挥出 它原本任何应该可以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 神爱我们 神祝福我们 神怜悯我们 祂将许许多多祂要的祝福 祂所放在我们身上 透过我们要成就的事情 交给了我们这些 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我们 微不足道的 但是当我们只有看到 我们的服饰 我们的工作 我们却没有跟着属灵的电力 有一些的连结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命 时时刻刻 跟着属灵的发电厂 来做一个连结的时候 哪怕我们这个人 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 让我们有许多的才干 让我们也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 但是因为缺少了这些的电力 因为缺少了那个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哪怕我们愿意 常常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却是精疲力竭 常常我们看到的状况 却是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 却感到我们不知道 下一步怎么做 弟兄姐妹 特别是当我们愿意为主 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神不是缺乏工作的人 事实上神在祂的创造里面 祂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天使 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这些天使他们是服役的 他们是为主来工作的 但是神拣选了我们 要让我们与祂一起来同工 而这个同工的关系 事实上就是一个连结的关系 所以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 神不是将人摆在伊甸园 就不管他们 神将人放在伊甸园里面 要他们来管理这个圆子 但是神自己的同在 却也实时的跟亚当跟夏娃 一起同行在伊甸园当中 透过我们的祷告 我们看到那个祭坛上的柴火 不断的被点燃 那个祭坛上的柴火 不断的被加稳 让我们与圣灵的关系 让我们与神的连结 在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仿佛那个管道就越来越清楚 仿佛神的心意就越来越明显 仿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就能够越来越清楚的 能够显明出来 这不是因为我们愿意 而是因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时时的亲近神 我们时时的渴慕神的时候 神就让我们看到 在我们生命当中 祂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祂就让我们看到 在我们生命当中 祂要透过我们来成就的事情 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 主提到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故事 在这个当中有五个童女 主说她们是聪明的 另外有五个是愚拙的 主说这十个童女 她们的手上都拿了一盏灯 实际上弟兄姐妹 这个灯就代表了我们的事工 神说我教会是要被摆在那灯斗上的 是如同那斗上的灯 是要发出光亮让人看得到的 而这灯神交给了我们 就是要人看到祂的国 透过祂的百姓彰显出来 但是神却说在这十个童女当中 这五个余拙的 他们预备的灯却没有预备油 而这五个聪明的 他们除了预备他们的灯之外 他们也预备了油 圣灵的工作高油的高摩 事实上我们的祷告带来圣灵的同在 就是那个高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那个高油在我们的灯上 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电器 能够连结到那属灵的发电厂当中 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的电器 让神国的功能 让神国自己的意向 让神自己的意向 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彰显出来 就是因着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的祷告 圣灵的浇灌 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 看到神的国是如此清晰的 被呈现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提到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 我们要成为在神的面前 能够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周遭的人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城市 举手来呼求来祷告的那一个人 但是如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 当那个祭司来献祭的时候 当那个祭司他站在他的位置上的时候 神说不要忘记的那坛上的柴 从晚上到天亮 弟兄姐妹无时无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那祷告的行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对神的祷告与神的连结 就如同那坛上的火一般 是要常常烧着的 神不是只是在我们献祭的时候 当我们把祭物拿到祭坛来的时候 我们才将坛上的火点燥 神说是的或许你在祷告的时刻 你在专心分别为圣祷告的时刻 是有限的 或许你能够参加在每天早上 如同我们现在的电视的祷告会 在教会的祷告会的时间是有限的 但神要我们成为一个24小时 祷告的人的心是无限的 是我们这一个人 时时刻刻有一个祷告的心智 就站立在神的面前 直到当我们的心中愿意来回应神 又在我们的心中愿意来向神祷告的时候 那个坛上的火就不止息的燃烧着 不但点燃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点燃我们周遭的人的生命 不但看到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个圣灵同在的氛围不断的被加强 也看到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国家当中 圣灵的同在不断的加强 是神的灵时时刻刻 充满在我们当中 在启示录里面 神提到有一天神要再来 神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他要与他的百姓同住 他要成为他们的神 而他们要成为他的百姓 弟兄姐妹是因为在这坛上的火 不断的透过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呼求 神的圣灵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 在我们面对我们身体的疾病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好像教导我们在其他的方向上面 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好像有解决的方案 以至于我们觉得说或许来求神 是只有那个最重要的时候 只有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才来神的面前来恳求他 但是神的心智从来就不是这样子 神期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那无时无刻 不止息点着的火 就是为了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 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 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灰 也透过我们的祷告 如同神所说到 那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 把那坛上的灰也除去一半 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 可以时时刻刻不断的来发出那光 能够让周遭的人被神的光 被神的火来吸引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在神面前的祷告 也求主出去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灰烬 以那些影响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 继续祷告的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请我们一起来祷告 祿告神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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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建造在我们生命当中 祿告的祭祷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 来影响我们的灰烬 主啊 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 你的面前与你轻轻的 主啊 用那个主啊 忠心的态度 主啊 尽心竭力的态度 帮助我们 主啊 出去 主啊 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 主啊 虽然你没有应许 天色常蓝 花香常慢 主啊 但是当你圣灵的火再来 焚烧我们 我们过去不管是 所受到的伤害 所有一些不好的 经历 主啊 都如过眼云烟 一般的出去 主啊 祢的圣火要来炼进 我们身上所有的灰 主啊 祢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全新的人 一个在祢里面满有能力的人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我们宣告 主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祢圣灵与我们同在 祢圣灵的火从我们的里面燃烧出来 叫我们从内而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主 我们赞美 是的 主 凡我们自己所做的眼中都看为正 但主啊 唯有耶和华祢 检查我们的心 主啊 祢深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真实景况 主啊 祢知道是什么 拦阻了我们继续的 不止息的向祢祷告 祢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什么时候失落了那个属天的信心 祢知道是什么时刻 主啊 我们感觉 我们好像被祢遗忘了 被遗弃了 主啊 恳求祢的圣灵充满我们 光照我们 主啊 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回到那个当初 主啊 祢的爱 祢的安慰 要及时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 主啊 让我们再一次的享受祢的同在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倚靠自己来面对生命中的每一天 主啊 恳求祢的祢除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拦阻 主啊 帮助我们真的是体贴祢的心意 体贴祢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一样的计划 主啊 恳求祢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眼 单单专注在祢的身上 谢谢主 阿们 弟兄姐妹 在旧约里面神给祭祀的这个命令 是从晚上到早上 盘上的火要不止息的烧着 我相信在我们现在的世代当中 神要我们能够跟祂有持续 而不止息的关系 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开口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与祂时时刻刻建造这样持续 而不止息的关系 我们开口来祷告 请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面前 主啊 与你有这样的吧 与血有不止息祷告的关系 来到人面前来呼求你 看着你生命更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是能够与你连接 与你亲近的 主啊 也通过我们的祷告 要看到主啊 祂是水的水的水的水 是的 主啊 求祢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时时转向祢 主啊 帮助我们从自我中心转为 以神为中心 主啊 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职场上 主啊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主啊 我们都常常与祢交通 是的 真的再次的建立与祢更深的连接 主啊 我们要这样与祢更深的连接 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居住一直到借祢的面为之 主 是的 主 帮助我们跟你建立那真实的关系 主啊 不是受限制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里面 主啊 乃是我们的生命紧紧的来与你连接 主啊 就像你说为喜爱业华律法 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 主啊 你更要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主 帮助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祭坛上的火 主啊 是不熄灭的 主啊 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连接于祢就像是葡萄枝子 连接于树一样 一至于主啊 我们能够真实的从祢那里得到生命 得到养分 主 我谢谢祢 主 我赞美祢 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来亲近祢 感谢赞美祢 阿们 弟兄姐妹 最后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火 透过我们不止息这样子在坛上燃烧的火 能够更多的带出那生命的火 让其他的人因为我们这样子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能够得到帮助 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成全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请 主啊 是我们来到祢面前祷告 主啊 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火可以做 主啊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火可以做 看到更多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 与自己当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主啊 用着祢的工作 主啊 因为祢制祢的工作 他们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 祂所需要的带出 主啊 我们满心地感谢祢 主 谢谢祢 主啊 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兴旺 主啊 祢说我们也不单只是顾自己的事情 主啊 我们也要顾念我们身边我们肢体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肢体当中的祝福跟帮助 主啊 让我们能够 主啊 跟我们的肢体之间 我们可以一起的来面向祢 一起的来朝向祢 一起来向祢祷告 主 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兴旺 而且常常的更新 带领我们 谢谢祢 耶稣 亲爱的父神 主啊 祢说我们就像是弹上了灯 要跟你有一个永恒的关系 是一个永远的关系 主啊 祢不只是要让我们这样子 乃是要让我们像 让那个火是越来越旺的 好 让我们能够去带领更多的人 成为他们的帮助 使他们的火也一起被点燃 主啊 愿求神祢就使用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一起陪伴旁边的人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成为那个灯 去照亮更多的人 谢谢祢神 主啊 我们感谢祢主 我们说我们就是那祭师 主啊 我们就是那祭物 主啊 而我们为祢来建造的就是那祭坛 主啊 我们期盼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属灵的祭坛被建造起来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那属灵的祭坛被建造起来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的国家当中 那属灵的祷告祭坛被建议起来 与自己当这个坛上的火 不止息的燃烧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看到 祢自己的国交官降临在我们当中 主啊 让祂不应的工作 主啊 让祂灵魂得到拯救 因着我们这样不止息的燃烧 而能够被兴旺起来 我们感谢祢这样祷告奉告 祝耶稣自己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